年轻魅惑的女招待 遇上了腰产万贯的痴情谎青单身汉 她是美国案件历史上最疯狂的决心者 今天要给大家讲述的是一桩发生在美国的百万富翁于亥案 这其中涉及了很多引人遐想的词汇 贪婪和欲望、操纵和背叛、同性之恋还有致命优惑 塞雷斯特约翰逊 于1963年出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他的亲生父母不祥 从小跟着养父母长大 塞雷斯特长得很漂亮 尤其一对水灵灵的眼睛像是会说话的芭比娃娃 但是这样公主般的家人 却无怨公主一样的美好童年 当塞雷斯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养父埃德温就对他进行了猥亵 进入青春期后 塞雷斯特曾经一度以自杀来要挟 才逃过养父的魔爪 这也造就了塞雷斯特很辣的歌姓 他曾经对人说 这个世界上只有个性刚强的人 才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 塞雷斯特在17岁那年怀孕并结婚 他与第一任丈夫吉米 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取名为詹妮弗和克里斯蒂娜 两人结婚那几年 就选择分手 离婚后的塞雷斯特带着两个女儿 他在短短几年时间里 又相继与另外两任丈夫结婚离婚 他辗转来到德克萨斯州北部城市奥斯丁 在当地一个乡村俱乐部里 做起了高尔夫球服务生 1993年 他偶然结识了刚刚丧妻 富甲一方的富豪史蒂芬 这个深情耳朵金的男人 从此改写了塞雷斯特的人生 史蒂芬比尔德 是白手起家的商业大亨 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 从小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 恰逢二次世界大战打响 他进入了美国海军 退伍后 他在当地一家公司任职 结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爱丽丝 当时没有钱 但两人真心相爱 他们在1951年结婚 共同孕育了三个孩子 史蒂芬带着全家搬迁至达拉斯 一开始 他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底层职员 勤奋好学的史蒂芬 很快得到签生 到了1978年 他已经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史蒂芬的野心并不止这些 他很快成为达拉斯首家 独立电视台的创始人之一 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美国鼎声时期成功人士的典范 时间来到了1993年 妻子爱丽丝离化癌症离世后 史蒂芬将自己的电视台卖掉 获得了54亿的收益 从那时起 他变成了超级有钱的单身男人 史蒂芬用到手的巨额资金 购买购物中心和豪宅 其中一处豪宅 坐落于奥斯丁的豪华富人区 里面几件奢华 这么说吧 你能想到的和你难以想象的奢侈品 都能在史蒂芬的豪宅中看到 精明强感的老史蒂芬 如今已经68岁了 与他相濡一幕45年的妻子的离开 和退休后无事可做的他 倍感孤独 所以在他遇到塞莱斯特的第一时间 就被对方的美貌和乖巧的歌姓所吸引 30岁的塞莱斯特虽然有过三次婚时 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 由于负担不起两个女儿的生活 他只得让他们待在寄养中心 除此之外 塞莱斯特还有使用违禁药品的历史 得知塞莱斯特的悲惨绅士 以及糟糕的婚姻经历 史蒂芬决定 他要用余生用心呵护这个前窗百孔的小女人 塞莱斯特需要安全感 而史蒂芬需要陪伴和照顾 各取所需的两人顺理成章地走在了一起 在史蒂芬的资金帮助下 塞莱斯特轻松赢得了两个女儿的监管诉讼 将女儿们接回家后 他便正式入住了史蒂芬的豪宅 一开始 他是以管家的身份 陪伴在史蒂芬身边 但是两人从来没有停止过秘密约会 在金钱上 史蒂芬一直对他非常宠溺 塞莱斯特曾经对朋友说 史蒂芬总是非常慷慨 他给我买了无数的珠宝和奢侈品 让我过上了女王般的生活 然而 史蒂芬的孩子们觉得 两人的年龄相差实在太大了 所以一直不同意他们结婚 同居两年后的1995年2月18日 塞莱斯特如愿以偿地成为富豪太太 史蒂芬也正式收养了塞莱斯特的双胞胎女儿 珍妮福和克里斯蒂娜 明年人都能看得出 这个小他40岁的女人 大概率还是为了钱而嫁给老史蒂芬 史蒂芬先支付给塞莱斯特50万 婚姻持续三年后 他又得到额外的50万美金 婚后的塞莱斯特开始忙碌的像一只蜜蜂 他收复丈夫 吃剧最烦心了他们在达拉斯的多数房产 除了在富人区的一栋别墅 他们还作用两栋豪宅 包括在奥斯丁最富有的街区之一 特别定制的德克萨斯宫殿 当然塞莱斯特主理了所有烦心事宜 塞莱斯特曾经跟朋友不无感慨地说 在经历了充满狼狈和债务的不幸生活之后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能为自己保家护航的人 他坦言自己被宠爱得像个公主 无论在生活中做过什么 无论好坏 我都告诉史蒂芬 他也都会原谅我 然而就在两人结婚后的第五个年头 塞莱斯特纳让人运信的童话班生活 在1999年10月2日的清晨开始瓦解 凌晨3点15分 夫豪史蒂芬在家中打电话求救 警员们迅速来到史蒂芬的豪宅 在无人应答的情形下 他们果断敲碎玻璃直接进入房间 发现痛苦的史蒂芬正躺在一间卧室的床上 周围已经流了很多的血 现场非常惨烈 无悦不能在这里描述细节 请大家自行脑部 史蒂芬被直升机紧急送医 幸运地捡回一条性命 大家肯定会好奇 此时他的妻子去哪里了呢 原来塞莱斯特住在豪宅中的另一个房间中 半夜他被警察的暴力闯入才清醒 史蒂芬离开后 留下他年轻的妻子在打听哭泣 奇怪的是 他不曾要求跟着救护车陪伴丈夫 海滋妹也醒来了 女儿詹妮夫陪同警员勘查现场 一名警官在史蒂芬卧室的地板上 赫然发现了一枚弹壳 他立马警觉起来 下令保护并封锁犯罪现场 原本一起普通的医疗事件 立刻升级为谋杀案件 而随着警察对这起谋杀案的深入调查 他们发现了不少被隐藏在这所房子里的惊人秘密 婚后的塞莱斯特 得到50万美金后 他成功蜕变成了疯狂的花钱机器 崭新的生活 崭新的朋友 他将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购物派对和赌博当中 仅仅六个月的时间 他便花光了从史蒂芬手中拿到的钱 前面我们提到 史蒂芬也同时收养了塞莱斯特的两个女儿 同样给了他们富足的生活 两个上高中的女孩感慨地说 这么多年漂泊后 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 他们都鲜然接受史蒂芬的温柔呵护 打心底里尊重他 将他视为自己的父亲 对于很多女人而言 有了富足的生活后 心情也会慢慢变得平和 然而塞莱斯特只稳定了三年 他个性中狂有的另一面正在逐渐被释放 他开始游会各种不同的男人 这其中还包括他的第一任前夫吉敏 他们一起为女儿的18岁生日 举办了盛大的派对 派对的开销超过了1万美元 如此重要的日子 唯独没有邀请他的丈夫史蒂芬 对于这些 女儿们看在眼里 却不敢作声 塞莱斯特开始对史蒂芬的生活毫不关心 嫌弃丈夫又老又丑 持缘史蒂芬是个废物 不能满足自己的心需求 有时候还会直接对史蒂芬出言不逊 他可以邀请年老的丈夫 与自己共同引用高浓度的烈酒 每逢通宵派对时 还不忘提前在老头子的食品中放安眠药 后知后觉的史蒂芬 终于察觉到了疑似异样 当他得知 妻子在短短几个月里消费了30万美金 用来举办派对和购买男赔服务 领都被弃得变形了的史蒂芬决定将塞莱斯特扫地出门 可是就在准处起诉离婚之际 塞莱斯特手持一把武器 出现在史蒂芬的面前 他歇斯底里地告诉老人 如果离婚 他就当面自行了断 离婚的事情被暂时放下 史蒂芬将疯狂的塞莱斯特送到一处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那其实是一处幽静而且豪华的疗养居所 住在那里的费用是每天1200美元 等于为通过治疗塞莱斯特颠狂的个性会得到收敛 然而更为戏剧的事情接踵而至 让后期的老史蒂芬始料不及 被送进疗养院的塞莱斯特 自知被替出加门的危机暂时解除 他便自得其乐地在治疗中心里开心度假 没过几天他结识了同在治疗中的特雷西·塔尔顿 特雷西是双性恋 由于从小兽到家族中强势母亲的长期虐断 他多年来一直出入精神病房 并且染上酗酒的恶习 特雷西有着深厚的教育背景 自己亲自运作一家规模不小的书店 原则上来说两个女人没有太多交集 但是特雷西却被塞莱斯特深深吸引 他说自己从十岁开始就一直找寻那个对的人 直到遇见了塞莱斯特 他笃定塞莱斯特就是那个真正爱自己的人 一个月后 这两个大麻烦女人同时治疗结束 离开了疗养中心 但是他们却从此成为了形影不离的一对同性恋人 塞莱斯特回到史蒂芬的豪宅继续生活 刚开始 史蒂芬被妻子带回的新闺蜜非常友善 而双胞胎女儿很快发现了两人的不正常关系 他们形影不离 不时还会申请对事互相抚摸 塞莱斯特开始使用他的操控手段 一边对男孩子性格的特雷西抱怨 自己经常被老头子虐待 一边甜蜜蜜的和特别痴情的特雷西 一起展望将来两人在一起的美好未来 后知后觉的史蒂芬终于看出一些端女 但当他表达自己的感受时 被妻子再一次忽略和嘲笑 塞莱斯特邀请特雷西和一家人共同参加了女儿们的高中毕业典礼 当晚 他们在前夫吉米的房子里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派对 当然 头居自供孩子们完成昂贵斯利学校学业的养父 并没有被邀请 他在午后吃过妻子准备的特殊晚餐后 倒在床上昏睡了一整天 特雷西 塞莱斯特和史蒂芬之间的关系变得一场微妙 紧张的空气在三人之间蔓延 史蒂芬计划了女儿们的毕业旅行 全家人打算去欧洲玩一趟 临行前一天 很多行李需要打包 特雷西也来了 女儿詹尼芙说 当时 他观察到特雷西的脸色很难看 隐隐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果然 全家人在半夜被警察的破门而入吵醒 养父史蒂芬肚子重担被紧急送医 根据女孩们提供的线索 警察找到了特雷西 他们问他是否拥有武器 特雷西说是 在警方的要求下 他拿出可有自己名字的武器展示给警察看 后经警方证实 这把武器和案发现场发现的弹壳相吻合 特雷西随即被抓捕 老史蒂芬在睡梦中被子弹击中 紧急送医后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由于年纪比较大 他还是没有能撑过这一劫难 四个月后 他因为伤口感染 在医院中遗憾离世 警察发现他的妻子似乎很忙碌 也很少踏入医院的大门 那么这些日子他在干嘛呢 赛雷斯科其实也没闲着 事发当晚警察走后 他上床补了一个美容匠 周五十分才起床 换了一个精致的妆容后 便禁止去了购物中心 他先是买了一只价值八万美元的珠宝 又狂花十五万买了些衣服 傍晚十分才满意地回到家中 第二天和第三天 他检查了自己的账户 确保政府每月给他的几万块钱到账了 就起身去了赌场 政府史蒂芬在医院重症金户室里 以死神抗争 妻子塞莱斯特却重复做着一件事 那就是疯狂地花钱 悲剧的是史蒂芬在离世前 还特意调整了自己的遗嘱 他将账上剩余的千万资产 做了重新分配 塞莱斯特得到六百五十万遗产 剩余的三百多万 则由史蒂芬的五个子女继承 有了遗产的加持 塞莱斯特更加肆无忌惮地 将花钱这件事进行到底 他在一个月内花掉三十万现金 直到银行拒绝给他提现 斜斯底里的塞莱斯特对于 现金的渴望依然强烈 他开始操控自己的女儿们 最令人责售的一件事情是 他让女儿特里斯提纳和他的男朋友 将家中带有标签的高档衣服整理出来 放满了整个汽车 然后再去店里退货 赏价意识没有那么多现金可以给他 只得给他发行同等价值消费卡 根据女儿的男朋友回忆 他们用了一整天退货 居然拿到了二十五万价值的消费卡 没有了现金可以花的塞莱斯特 继续抑郁者 他又来到当初那个精神病院疗养 住了一个月后 他要求女儿克里斯蒂娜去接她回家 女儿此时已经对他非常惧怕 找理由拒绝了她 他又找到了小女儿詹妮芙 詹妮芙硬着头皮将她接回家中 孩子们说现在的母亲已经互疯狂 你甚至无法预知 下一秒这个人会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 他们生怕母亲再次将开启的吹风机 丢到装满水的浴缸 她还曾经在家人面前用剪刀伤害自己 甚至有一次赛莱斯特 从正在行驶的车中尝试跳车 和母亲待在一起这件事 让两姐妹对自己的安全问题产生了深深的有理 回家当晚 塞莱斯特给克里斯蒂娜打了电话说 你居然敢违背我的意愿 我看你是活泥了 信不信我让你消失 而且她还主动告诉女儿们 是自己挑唆特雷西射杀了老史蒂芬 并且已经雇佣了杀手 准备马上灭了正在被取保候审的特雷西 塞莱斯特或许低估她女儿们的求生欲望有多强烈 她随即被指控 操纵特雷西杀害自己的丈夫史蒂芬 在对塞莱斯特的审判之时 特雷西走上法庭作证 她说自己确实是扣动班西的那个人 但她认为自己是受了塞莱斯特的蛊惑 她一直认为自己和塞莱斯特彼此深爱着对方 而对方则让自己认为 史蒂芬就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绊脚石 除掉史蒂芬 他们两个就可以永远在一起 而且塞莱斯特告诉她 她早就在史蒂芬的时评中开始动手脚 特雷西是在她的案件 即将接受庭审的前两天 决定出来作证的 为此她的刑期还可能变短 塞莱斯特拼请了最权威的律师为她编户 不愧为戏剧女王的她 以右腿打满石膏的形象出现在法庭上 听知道她又做了什么自财的事情 她的编护律师指出 特雷西是一个多年酗酒 而且精神不正常的人 她所说的话没有任何可信度 还有特雷西和检控方签订了认罪协议 这个对塞莱斯特也是极其不利的 庭审中 检控官将女儿克里斯蒂娜和母亲的两段电话录音播放出来 Kristina Kristina What are you saying by deliberately disobeying me? Huh? Mmm What don't you know? Because I'm a work person and my father molested me Do you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Huh? Because I've been that cruel to you? No Then why don't you say that I hurt you What that my dad hurt me? Because he did Kristina Oh my God What that my dad hurt me! What that my dad hurt me! But I hurt you! You're not going back! One Oh Oh You're so afraid Now that you didn't You came home I was gonna pay I hired somebody 正是因为这句,你认为了解我,但你根本就不了解。等你回来我就告诉你,我故人杀特雷西的事情,使得塞莱斯特最后被法官定罪。 我和大家一样好奇,为什么塞莱斯特的同性恋人,特雷西会心甘情愿为他去杀害史蒂芬,甚至在接受警察上门问询时,都懒得掩饰自己的犯罪证据。 而在即将被审判前夕,他却决定上屏作证承认自己的恋人就是主使杀害史蒂芬的人。 午夜猜测,他有可能是因为亲耳听到自己深爱的人,想要故人除掉自己的电话录音。 检察官指控塞莱斯特从未爱过自己的丈夫,因为他们的年龄和外貌的悬殊,塞莱斯特曾经无数次说到史蒂芬是一个愚蠢的肥猪。 他与女儿们之间也是敌对关系,女儿为整个庭审提供了很多关键性的证明。 塞莱斯特的一个朋友说,史蒂芬去世一个月后,他被塞莱斯特雇佣找机会杀死特雷西。 其他证人作证说,他们看到特雷西和塞莱斯特身前的调情和无数亲密举止。 这些证人和证言无不表现出塞莱斯特善与操纵的性格。 编方律师团队则表示,事实上,只是特雷西丹方面迷恋塞莱斯特。 根据塞莱斯特的说法,在1999年高中毕业那晚的庆祝舞会上,特雷西试图亲吻他。 两人虽然关系亲密,却不存在发生性关系。 另几位证人则认为,老夫上妻的婚姻没有问题。 塞莱斯特的律师还指出,当事人的女儿们在证人席上撒谎,称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因为如果母亲不能继承史蒂芬的遗产,那么他们能得到遗产的数字,会变得非常可观。 2003年,塞莱斯特比尔德被判杀害史蒂芬比尔德罪名成立。 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并将于2042年4月1日引来他的假使资格。 塞莱斯特对于该判决表示不接受,并且使用他从史蒂芬那里继承来的遗产,开始了漫长的上诉之路。 截至今天,他被监禁在德克萨斯州的一所监狱中。 当年的头姓连人特雷西,因在对他的指控中作证而被减刑至10年,并于2011年8月被释放,目前居住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 2017年,塞莱斯特的女儿詹妮弗在参加万圣节派对时,遭到枪击。 虽然没有丢了性命,他却不得不进行10次以上的手术,目前他完全依靠了双胞胎姐姐克里斯蒂娜的照顾生活。 安静讲到最后,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女主塞莱斯特是一个极幸运和悲哀与一生的角色呢? 一个人一生的运势不会永远不澜不惊,但如果你受到幸运之神的青睐,你会选择怎么做呢?